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光闪躲 孤身一人来到银行前 冲完谨慎的半根香烟 毅然转身走进了银行 看着那华丽的装潢与忙碌的众人 男人的额头因为紧张而渗出点点的汗水 显然他并不是来办理业务的 但工作人员罗萨却不知道男人心中所想 只当他是一个落魄之人 和颜悦色地接待了他 可等到看到男人递来的纸条后 罗萨的笑容瞬间便僵在脸上 他明白自己已经陷入了多么可怕的危机当中 但男人却让他直接报警 这让罗萨很是不解 毕竟一般的劫匪都不愿意让警察知道 除非他另有企图 此刻正在接待顾客的银行经理瓦莱利 注意到罗萨脸上的异常 多年的经验让他敏锐地觉察到了不对 于是轻声劝告顾客离开 随后又起身去疏散其他人 罗萨虽然不明白男人的意图 但也尽量想办法拖延时间 可男人还是发现了瓦莱利的举动 然而他接下来的话语 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竟然让所有的顾客离开 只留瓦莱利与罗萨在这里 此时罗萨终于拨通了报警电话 见此情景 男人跃进柜台 他先是安抚惊慌不已的罗萨 随后拿起电话 介绍自己名叫布莱恩 来这里的目的是要回自己的伤残福利金 同时表明要和谈判专家交谈 然而接线员的一句话 却引起了布莱恩的疑心 让他明白自己已经暴露在了监控之下 于是他猛然抱起 用最快的速度 拔下所有监控探头的电线 随后拉上摆A窗 并躲在桌子后 这矫健的伸手与极强的意识 显然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 做完这一切 布莱恩命令瓦莱利继续拨打电话 他要让所有人都知晓现在的情况 他要曝光那些藏在阴影中的黑暗 眼看布莱恩情绪越来越激动 罗萨只好再度拿起电话 同时瓦莱利也依照命令关闭了灯光 等局面平静下来 布莱恩竟为自己粗暴的话语向二人道歉 由此可见 他是一个好人 但好人又怎么会来抢银行呢 这让瓦莱利不由得心生疑惑 可布莱恩已经等不了那么久 他猫着腰迅速地冲入柜台 接着让罗萨挡在自己面前 看着他的身体因为恐惧而不住地颤抖 布莱恩连连地轻声安慰 同时瓦莱利的镇定也引起了他的注意 询问得知 他之前曾经经历过一次抢银行 最终结果 不外乎是劫匪被警察制服逮捕 但劫匪却并没有被击毙 这让布莱恩不由得一阵的惊讶 不过他也没有忘了正事 清楚电话里这个接线员没什么用 于是便让瓦莱利锁好大门后 去用手机报警 眼看局面被彻底掌控 布莱恩用一旁的电话 拨通前妻的号码 却始终无人接听 就在这时 两名持枪的警察突然走过银行大门 这瞬间令布莱恩警觉了起来 眼看危险程度迅速上升 罗萨几乎哀求地询问他 需要多少钱 自己可以从银行里取出来 但布莱恩却拒绝了 他不需要银行的钱 他只想要拿回自己应得的福利金 二人交谈间 一道心碎的声响突然传来 布莱恩下意识地扑倒罗萨 将他护在身下 然而只是一个赶来上班的职员 明白虚惊一场 布莱恩迅速地向后退去 并对惊魂未定的罗萨连连道歉 随后他拿起电话 质问为什么谈判专家还未赶来 可对方除了让他等待外 没有任何话语 好像这不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只是一场普通的业务 这种被轻视的感觉 让布莱恩彻底地被激怒了 他举起引爆器 告诉些线员 这并不是一场玩笑 他的包里真的放有一颗炸弹 这场面吓得瓦莱利与罗萨 惊弱寒蝉 也让机械员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保证会迅速找来一名谈判专家 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布莱恩再度冷静下来 他甚至同意让瓦莱利去上卫生间 只是他坐在桌子下的罗萨 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 再也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走进卫生间 瓦莱利迅速平复了心态 他清楚 布莱恩的情绪随时都可能崩溃 也明白警方不知何时才能赶来 眼下他们只能自救 于是他给罗萨发来一则短信 就在这时 谈判专家的电话打来 布莱恩很贴心地让罗萨去确认瓦莱利的状况 随后对着话筒讲出自己的目的 谈话间 布莱恩注意到门外驶过的电视台汽车 他明白已经有媒体赶了过来 便让瓦莱利打开电视 看看有没有关于他们的新闻 然而换遍所有的频道都没有找到 同时谈判专家也挂断了电话 第一次谈判就这样草草结束 不过布莱恩却认为自己已经占据了主导 于是他再度拨通前妻卡斯的电话 所幸这次女儿将卡斯叫醒 听着那熟悉的声音 布莱恩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能含糊地表示 自己为了他们正在做一件很危险的事 但这话却让卡斯很是不屑 他觉得自己这个窝囊的前夫做不出什么大事 听到那嘲讽的笑声 布莱恩已经猜到卡斯心中所想 不过他也不愿意做过多的解释 现在只想和女儿说几句话 可就连这个要求也被卡斯拒绝 这下布莱恩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 他冷声讲出自己疯狂的行为 但阴冷的话语让卡斯明白 他并不是在开玩笑 不一会儿 女儿的声音便从听筒中传来 可他却不明白自己的父亲此刻危险的处境 只是天真的以为 父亲正在赚钱为他买小狗 于是毒气般地告诉他 等买到后再和自己说话 这让布莱恩很是无奈 起身时又注意到瑟瑟发抖的罗萨 为了让他不再害怕 布莱恩承诺就算自己今天必死无疑 他也绝不会连累任何一个人 听到这话 瓦莱利走了过来 他的前夫也曾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也都有着悲惨的经历 但他们从不反思自己 只会怨天尤人 布莱恩现在和这些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他只希望能够平安回家 他只想要见到自己的宝贝儿子 这里实在太压抑 也太可怕了 压抑到让他无法呼吸 可怕到让他情绪崩溃 但布莱恩同样也有苦衷 他清楚 一旦放走瓦莱利二人 警察便会毫无顾忌地冲进银行 唯有挟持人质 布莱恩才有和那些大人物谈判的资格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警方终于赶到了现场 因为不清楚银行内的具体情况 所有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封锁银行并部署狙击手 就在这时布莱恩又想到一个方法 他拨通电视台工作人员丽莎的电话 将自己的行为说了出来 这番话顿时引起了电视台所有人的高度重视 随着丽莎的不断询问 布莱恩终于说出那份压在心底的愤怒 他曾是一名德国军勋的海军陆战队下士 两次前往战场并且光荣退役 但因为战后创伤 布莱恩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 这让他逐渐远离战友 昨天他去退伍军人事务部 想要拿到自己应得的伤残福利金 可明明一切条件都符合 工作人员却随便找了个理由拒绝了他 更像是打发乞丐那样 让他去寻求救助机构的帮助 这番话如同一盆冷水泼向布莱恩 让他那颗炙热的心逐渐没有了温度 起身看去 大厅内占满了和他一样的人 他们都曾为自己的国家奉献一切 从枪林弹雨中侥幸活了下来 如今却被困在这小小的屋子里 布莱恩不明白 他们拼命保护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他也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如此简单的要求 都无法被满足 他只想讨个说法 为这些落魄军人讨个说法 但这行为不出意料地被制止 一个在战场上得过军薰的战士 回国后却像条死狗般 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两名保安制服 那场面透露着无尽的讽刺与悲凉 他只想要回自己的钱 他没有错 但却好像他做错了一样 这番交谈被接入通讯的伯纳德中士 听得一清二楚 同样身为军人的他 清晰地体会到布莱恩此刻的绝望 与此同时 警方也展开了行动 他们在银行外布下了天罗地网 并且闯入布莱恩昨晚居住的旅馆搜查 最终确认他只有一人 这让伯纳德顿时明白应该怎么做 他力声赶走围惧在外的媒体 随后带着手下前往偏僻处 听着布莱恩那冰冷的话语 瓦莱利只觉得护救的希望极为渺茫 心灰意冷之下 他已经给自己的儿子编辑好了一言 就在这时 布莱恩突然提出条件 他要让摄像机拍到自己 他要揭露那见不得光的黑暗 但丽莎却仍是在拖延时间 只是让他等待 等等等 无论做什么都要等 布莱恩已经受够了这个词 情绪在一瞬间爆发 他不想再等了 他受够了这种被轻视的感觉 于是布莱恩再度举起引爆器 红色的光芒不停地闪烁 似乎在下一刻 整座银行就会被炸成废墟 布莱恩疯狂地咆哮 他只想要和谈判专家对话 眼看局面无法控制 丽莎只好告诉他 谈判专家已经赶到 这让布莱恩又一次地冷静了下来 他为自己的失态 向瓦莱利二人道歉 他只想要完成自己的目的 发断电话 丽莎面色凝重 一个受过军薰的士兵 如今被逼得抢银行 心底的良知让他陷入了纠结 但领导却没有任何负担 在他眼里 这只是一则爆炸性的新闻 果断让人将这件事 完完整整地报道出去 果不其然 这件事一经报道 便在社会上掀起渲染大波 他虽从电视上明白 事情的严重性 看着那清晰的照片 女儿一眼辨认出 那竟然是自己的父亲 一时间 沉重的气氛 笼罩所有人的心头 没过多久 银行的电话再度响起 来电之人正是伯纳德 同时他也是当地警局的 首席谈判专家 听到二人开始交谈 瓦莱利与罗萨 悄悄地按响坐机 伯纳德不愧是谈判专家 他先是抱怨了一通 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工作态度 随后又表明 自己也接受过海军训练 二人之间的距离迅速被拉近 伯纳德承诺 今天一定会让他活着离开 这番话 让布莱恩放下了泄备 他蜷缩在角落的阴影中 对伯纳德敞开心扉 说完这一切 伯纳德突然问起 事务部究竟欠了多少钱 足以让布莱恩不惜铤而走险 抢劫银行 然而随后 布莱恩说出的数字 却让在场几人目瞪口呆 892美元 随着话音落下 伯纳德第一反应是自己听错了 他不敢相信 布莱恩就是为了这一点钱 抛弃尊严 将自己的生命放在枪口下 但这就是事实 只是为了892美元 布莱恩明白自己一文不值 自己的尊严 名誉 生命 同样一文不值 自己就像是一条野狗 死在哪里都不会有人关心 这番话令伯纳德的内心 久久不能平静 就在这时 下属突然拉开车门 告诉他 谈判小组已经准备就绪 这让伯纳德顿时勃然大怒 他强压怒火 向布莱恩承诺 自己会用军人的方式 解决这件事 在此之前 先向卡斯汇报布莱恩的情况 不过 他也要先释放一名人质 表明诚意 然而布莱恩却精准地捕捉到 伯纳德话语的漏洞 他并没有承诺 让事物不出钱 清楚时间紧迫 伯纳德只好以自己父亲的名义保证 一旦布莱恩释放一名人质 他们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说完这番话 伯纳德急忙联系上卡斯 他已经通过谈判 判断出布莱恩是个好人 而卡斯也证明了这一点 布莱恩在生活中 连蜘蛛都不忍心打死 更不可能对妻女施暴 确认了自己的判断 伯纳德对接下来的谈判信心十足 接着卡斯又拜托他转告给布莱恩 女儿不希望他再做傻事 这番短暂的交谈就此结束 然而就在这时 FBI突然来到了卡斯加门外 他们面若寒霜 与伯纳德温和的态度 有着天壤之别 对此毫不知情的伯纳德 再度拨通布莱恩的电话 他已经做了第一步 现在需要布莱恩表明自己的诚意 但布莱恩明白 伯纳德根本没有联系事务部 他意识到 这一切只不过是谈判话术 于是咬死 看不到钱 不放人 伯纳德接连不断的劝解 非但没有让布莱恩改变主意 反而让他的情绪再度激动起来 他不在乎任何事物 现在只想要得到自己应得的福利金 挂断电话 布莱恩拨通了卡斯的手机 卡斯尖撞争于接听 却被一旁的探员制止 他们一言不发 似乎要把布莱恩逼至绝境 整个房间 唯有那令人心悸的震动声 电话音停止 正当布莱恩打算再拨时 伯纳德突然打了进来 他不再要求布莱恩释放人质 只希望能和其中一人对话 于是布莱恩带着电话 找到瓦莱利 听着伯纳德安慰的话语 瓦莱利毫不客气地质问 为什么把八百多美元存入账户 要那么久 这句话问得伯纳德哑口无言 只好保证自己会竭尽全力 随后他又询问布莱恩需要什么 这在布莱恩听来就是一个圈套 于是他随口提起 需要一包烟 并且主动要求让伯纳德亲自送来 见他挂断电话 瓦莱利再也忍不住了 他明白事务部根本不可能出钱 但他不一样 身为银行经理 八百块钱还是能够拿得出来的 他现在只想把钱转给布莱恩 以此来换取自己的安全 可布莱恩却不同意 他如果真的想抢银行 又何必如此大动干戈 他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钱 而是态度 对他这种退役老兵的态度 不过这并不能让瓦莱利放弃 他提起自己的儿子 提起布莱恩的女儿 鼓起勇气 颤声哀求他结束这一切 他只想平安解决 他不希望在场的任何一人出事 似乎是瓦莱利的话语起了作用 似乎是想到了自己的女儿 布莱恩坚定的内心逐渐开始动摇 他并不想要瓦莱利的钱 他现在只想和女儿说几句话 可他却连电话费都交不起 得知这一情况 瓦莱利主动为他充斥化费 但银行的网络早已经被警方切断 正当二人疑惑之时 伯纳德的电话又一次打来 告诉布莱恩 现在他已经成为了名人 所有人都在社交网站上讨论他的故事 退伍军人事务部的种种恶行 已经暴露在阳光下 布莱恩成功了 这是属于他的胜利 这个消息令布莱恩有些不知所措 他没有想到事情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尽管有些出乎意料 但毕竟已经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于是他遵守承诺 释放一名人质 然而瓦莱利二人却迟疑了 他们都不愿意抛弃同伴 独自求生 对此事还不知情的 伯纳德已经买好香烟 联系上快速反应小组 准备接应被释放的人质 另一边 看到新闻的事务部工作人员 联系上了丽莎 告诉他 那些退役军人的福利金 其实早已经被转走了 这件事根本就不是布莱恩的错 可当丽莎问起 为什么事务部要这么做时 工作人员却无法回答 显然这里面有着无法明说的黑暗 此时 银行内的二人仍处在纠结之中 清楚警方即将赶来 布莱恩决定让罗萨离开 并且吩咐瓦莱利 拿到香烟后锁上银行的大门 此刻 布莱恩只觉得心跳越来越快 他不能在二人面前失态 只能独自一人逃进了卫生间 努力平复着激动的内心 随后 他拨通女儿的电话 向他承诺自己会平安无事 并且请求女儿与自己一起祈祷 随着圣经中的话语 一句一句的读出 布莱恩再也无法维持 自己强撑起来的坚强 在女儿面前 展露出了柔软的内心 他只是一个父亲 一个丈夫 一个男人 他并不是超人 也不是凶神恶煞之人 他只想要属于自己的权益 如果有选择 他又怎么可能会踏上这条可怕的道路 又怎么会在自己女儿面前 展示那羞于其耻的软弱 听着父亲极力压抑的啜泣 女儿平静地开口安慰 话语虽然平淡 却如同一记镇定记 让布莱恩的情绪逐渐地平静下来 他还有生命 他还有女儿 只要行善事 就一定能够摆脱困境 大厅内看着布莱恩离开 瓦莱利清楚 逃离的希望就在眼前 于是他当即立断 拿起钥匙就要开门 可罗萨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他怕布莱恩发现后会鱼死网破 看着已经被打开的大门 听着瓦莱利催促的话语 罗萨却仍将在原地移动不动 恐惧与激动交织之下 他竟然控制不住当场失信 就在这时 布莱恩已经从卫生间走出 这让瓦莱利不得不关上大门 看着面前神色紧张的两位女士 布莱恩向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并且已经决定将他们全部释放 最后他站在空旷地带 任由自己暴露在狙击手的瞄准境内 伯纳德见状猛然明白 布莱恩已经身陷险境 于是他急忙向着银行跑去 然而枪声却比他想象的更加突然 这一切来得实在太快 快到根本没有给任何人反应的时间 等那清脆之声结束 瓦莱利失控的哀嚎 罗萨泪流满面 伯纳德只觉得全身的力气被抽禁 特警们迅速冲入银行 将惊魂未定的二人救走 一切看似已经结束 但却没有人知道是谁开的枪 甚至连警察局长都不知道 他只能迅速逃离记者们的追问 因为他已经猜到了下令之人的身份 收到消息 FBI探员迅速撤退 只留下悲痛欲绝的卡斯 与不可置信的女儿 鲜血撒满地板 机器人小心翼翼地抽走布莱恩的背包 不去理会他那逐渐冰冷的尸体 只在地面上留下一道浅浅的血痕 此时 伯纳德才敢走进银行 他找到布莱恩的十字架 随后同时告诉他 背包里根本没有炸弹 自始至终 布莱恩也没有想过伤害任何一人 他只想用自己的生命 来揭露那残酷的黑暗 一切尘埃落定 所有人都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之中 伯纳德将香烟与十字架放在屋内 放在摆满荣誉的柜子里 这是一份属于布莱恩的荣誉 是他用鲜血与生命赢得的荣誉 《破裂》是上映于2022年的剧情电影 本片根据真实世纪改编 以一场非同寻常的抢银行为开端 鸡匪非但不想隐藏行踪 反而放走大部分人质 并且主动要求报警 正如同布莱恩自己所说 他如果想抢银行 就没必要费这么多功夫 他要的从来都不是那八百多美元 他只想要回自己的尊严 一个退役老兵应得的尊严 在同类人面前不被肆意践踏的尊严 在女儿面前不用强行伪装的尊严 在生活中不用唯唯诺诺的尊严 当正规渠道无法得到时 当被生活逼至绝境时 布莱恩别无选择 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想过伤害任何人 甚至在惊吓到人质时还会主动道歉 他是一个连蜘蛛都不忍心打死的好人 却也是个敢于抢劫银行的坏人 这是底层人民的呐喊 也是底层人民的无奈 布莱恩的做法终究是惹人争议的 看完全篇 探长不禁想问一问各位 如果是你们陷入到这种境地 得不到应有的权益 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我是探长 我们下个答案再见 拜拜